刚加的女生啊 没聊几天 就跟你要红包 你该怎么办呢 昨天呢 有个男粉丝跟我说 我刚加了一个女生 没几天 她就来跟我要红包 你说我是发还不发呢 明明我们才刚认识 两个人呢 也不是很熟 她就这样跟我要 如果说我不给的话吧 显得我没有面子 但如果给的话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冤大头 而且我觉得 她应该也不怎么喜欢我吧 否则也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跟我开口 但是呢 我又摸不开面子 怎么办呢 我相信很多男生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那今天 男人来告诉你 遇到这种事情 怎么拒绝 又不丢面子 你可以回复女生说 520够吗 一个诚心跟你要钱的女人 当然会说够了 而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继续说 发红包呢 对我来说是件小事 但是我这个人呢 对爱情比较专意 我只给喜欢我的人发红包 我要是给每个女生 都发红包的话 你也会觉得我很花心 对吧 那么女生这个时候 很可能这样回复 不会的 我喜欢你 在这里呢 我要说一句啊 为了要钱 说一句我喜欢你 又不会怎么样的 对吧 所以女生呢 很有可能会这样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回复她 既然你喜欢我 那你就给我发一张 羞羞的照片吧 给我看看 移表你的中心 这样呢 既拒绝了她 又不丢面子 对付这种女孩子呀 最重要的就是反套路 学会了以后 灵活变通 就再也不怕被套路了